好来我们现在进入的是perimeter and area perimeter是什么呢 perimeter就是周长 是周围的长度加起来 所以这个的perimeter是4加6加7 然后它是17cm 然后旁边的这个perimeter呢 会是4加7加9 然后它就会变成20cm 然后这个的perimeter呢 是4个7 所以它是28cm 这个的perimeter是4个8 然后它是32cm 然后这个的perimeter呢 因为左边跟右边一样 上面跟下面一样 所以它是8加12再加8加12 然后我拿到的是40cm 然后这边是8 然后这边是5 所以它的perimeter呢 是5加5加8加8 然后10加16 然后就26cm 然后在这边这个是9 然后它这边平分三个 所以这边是333 OK 因为我的9除3等于3 这边是5 这边是5 然后这一个是2 这边也是2 所以它的perimeter呢 会是9加两个5 加123 三个3 再加两个2 一个9加两个5 加两个2 再加三个3 所以9加10 加9加4 然后10 23 32cm 然后在这边 633 20 23 32 对 好 来在这边的时候 我的这个是8 这边也是8 这个是3 这边也是3 6 这边分成3个 所以我这边 我就有6除以3 然后我拿到是2 所以这个是2 这个是2 所以我的perimeter呢 是两个8 加6 再加三个2 再加两个3 所以2 8 16 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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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 24 34 cm 所以我在这边 10 然后 20 34 这样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